好的 这期我们来测试一下最新的点券起步从信号路 120个蛋挡直接出货 这个价格呢还算是比较偶的 一般来说的话有些人飞起来能到150个 那为了更直观的看到信号路的性能 咱也是直接把最强实战起步从女王给请出来对比一下 左边的是信号路 右边的是女王 从特性上的数据来看的话好像是差别很大是吧 但是你们仔细看 信号路加基础速度3.8 而女王加的是氮气速度5.5 差距看起来大 但是加基础速度可是要比加氮气速度好的 因为基础速度是无论什么情况下他都有加成 而氮气速度的话需要放氮气才加速度 所以呢现在30多秒已过 特性加成已经完成 女王呢其实也就比信号路快几个车身位这样子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汽园村地图的对比啊 汽园村呢跑了一下发现其实也是跟刚才的天空自成差距一样 就快那么几个车身位啊 那刚刚我们只是说了速度方面的加成 动力方面的加成呢其实也是跟速度方面的加成一样 信号路呢小喷动力加5.4% 女王氮气动力加18% 数字看起来差距很大 但是小喷动力的加成 覆盖率也是要比氮气动力好的 而我们之前也给大家测试过了 起步从的属性1和属性3 总共能带来的成绩提升也就0.8秒左右 所以呢信号路差个 女王0.几秒你们也别不相信 因为女王呢他本身能给成绩带来的提升也就0.8秒左右 当然这是即时方面的差距啊 实战这一块很多地图的第1个弯女王的超强集齐 跟信号路的集齐一比 那起步的名次可就差好几个名次了是吧 那实战的差距也就大了哈 所以呢 特金起步从呢他在实战这一块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哈 好的那最后失误了哈 就不给大家看最终的成绩对比了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收看 喜欢的点赞投币支持一下哈 咱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